今天来对比一下这个New Ballin 这双我是在官网有的正品 这三双都是普连的 等一下我们对比一下普连的跟正品有什么区别 这双正品是国内产的 上面写有这个China 像New Ballin它的代工厂有越南 印度尼西亚美国都有它的代工厂 像国内有个新百轮公司 那个是跟这个New Ballin 它是两个品牌 因为国内名字已经被抢住了 像国内很多实体店那种新百轮 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New Ballin 它只有这个英文名字 中文名字都是被抢住了 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来对比一下 看看这个有什么区别 来对比一下 首先我们来对比一下它这个鞋头 它这个皮质 正品用的这个是牛皮革 你用手这样搓上去它这个是会变色的 第一双Fake它这个用的是麂皮 它这个毛是比较长 相对正品是比较长 它这个皮也不对 这双也是一样 它这个用的也是麂皮 它这个感觉毛是比较长 看一下这双 这双这个完全不对 它这个皮是颜色相差很大 这个就是一人夹的感觉 像这双我们就不看了 它这个颜色就不对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这个斜的弧度 正品它是这样微微斜上去 然后偏进里面 看一下这双 这双它是比较直的 它这个是比较直的 再看一下这个 这个也是一样 它这个都是比较直的 可能你前面看可能就 看的不是很明显 但是你这样側面看的话 它是比较明显 前面看可能是视频拍的原因 它不太明显 但是实际上看 它这个是往里面是比较多的 它这个是比较直的 这个也是比较直的 这个就可以区分 这个一眼就可以区分了 实际中看看这个一眼就可以区分 还有它这个 它这块瓦面的形状 它这个是比较 比较短一点 它这个是比较短一点 它这个相差 这个和这个相差不大 再来看一下它这个 它这个字母 对比一下第一双飞格 它这个字母感觉一抠就可以抠掉了 它这个字母感觉一抠就可以抠掉了 正品的它这个是感觉很难抠掉 这双就很容易抠掉了 再看一下这个 这个也是一样的 感觉很容易就抠掉了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它这个后跟 像这个后跟 它这个射杀是比较大的 这个就不用看了 这个就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再看一下它这个缓震 它这个底 这个射杀是比较大 这个稍微 射杀不是很明显 但实际上看还是有点射杀 尤其是这个里面 这个一颗颗粒状的是比较蓝色 这个是深蓝 还有就是它这个冲孔 它这个冲孔是 边边是比较干净的 可以看见里面这个反光条的 用闪光拍的话是可以反光的 这个冲孔感觉就是比较顿错的感觉 这双也是一样 没有看见里面这个反光条 不知道它里面有没有这个反光条 正柄 正柄它是有 里面是有这个反光 还有就是它这个射杀 这个射杀还是比较明显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这个鞋垫 这双是正柄的鞋垫 这个射杀很大 这个射杀也是有 都是有射杀的 只不过它这个射杀很明显 这个 今天对比主要是对比这几个细节 其实这双鞋也是比较好分辨的 这双的鞋垫 这双的鞋垫 这双的鞋垫